大家好,欢迎来到Market Newbie 交易基础知识系列2 这是我们的第八堂课 在上一堂课中,我们介绍了怎么样从经济的层面来做基本分析 在这一堂课中,我们将说说从行业层面来进行基本分析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中看到的图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行业的层面来做基本分析 主要是分析方向在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市场中,有哪些主要的行业呢? 我们把这九个行业落列在下图图测 分别是通用服务 非必需消费品 必需消费品 能源 金融 医疗保健 工业 信息技术 和公共实验 而下图右侧一系列数字 则是显示该行业 从2018年1月至2018年10月间的增长率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通过这些数字来分析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三个增长率为负数的行业 分别是通信服务 必需消费品和金融 这可以说明至少在去年的一年中 该行业的总量角度来讲 这三个行业应该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 将来继续增长的潜力可能不大 而三个增长数率最快的分别是能源 医疗保健 和信息技术 尤其是信息技术甚至达到了20.37% 远远大于其他的行业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三个行业在去年是热门的行业 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分析这三个行业 是否能继续热门下去 比如 信息技术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快速的发展下 在我们可见的时间里 我们相信 信息技术这个行业 依然是要继续热门下去的 那么 我们可以在投资的时候 给这个行业 投资的比重大一些 通常来说 每个行业 大力都会经历三个阶段 分别是增长 快速发展 以及成熟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增长 因为市场开始对这个行业有需求 越来越多的公司 进入这个行业或者领域 也有很多的公司 不但成长起来 如果能在这个阶段投资这个行业 之后的长线收益将是巨大的 第二个阶段是快速发展 市场开始优胜掠胎 优秀的公司更加发展壮大 小的优秀公司可能被大的公司收购并购 好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推出 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这个阶段是受益最巨大的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是成熟 整个行业的市场容量 基于饱和状态 虽然也有增长 但是增长远远没有前两个阶段大 对于投资者来说 由于行业有这三个阶段 我们要尽可能挑选在前两个阶段时进入 这样可以获取较高的收益 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该怎么样分析出这个行业的收集呢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思路 您可以找到各行各业历来历年的增长数率 做一个曲线图 看看是否可以大致分析出行业所处的阶段 您也可以拓展一些 比如在一个行业中 继续仔细分的行业 看看细分行业是否更加有潜力投资 例如在能源行业 传统的能源可能处于成熟期了 但是新能源也许处于增长 或是快速发展的阶段 更有投资的价值 一般来说 行业分析考虑的都是长期投资 一般结合社会的发展形式 和对未来的预期进行分析和判断 如果一定要用短期的角度来看 那么需要考虑现在的政治经济因素 还有在现在市场中竞争者来考虑问题 比如美国川普上台以后 对于传统行业以及制造业 有一定的刺激和鼓励等 另外一个决定投资行业的方法 是结合经济的周期来决定 比如在经济危机中 必须消费品行业 可能就比信息科技也更加的抗跌 因为哪怕是经济出现的问题 人们可能远离购买高档汽车 或者最新的智能电视 和新的科技产品 但人们不能停止 必须消费品的消费 而在经济增长期 非必须消费品 科技行业等会更损欢迎 因为整个经济环境较好 消费者也更加愿意消费 从而一些新兴行业和服务 也会有较快的增长 学到了这里 您可能会问 万一我分析了半天 最后投资哪一个行业 其实也不怎么增长 怎么办 有办法 那就是多样化投资 不要只投资在一个行业里 首先您要分清楚经济的周期 然后根据不同经济的周期 给予不同行业的权重来进行投资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都有说过的 您可以把资金投资在标普500的ETF 里面基本上都是美国来自各行各业非常优秀的上市公司 在下一堂课中 我们将继续从公司的层面 了解怎么进行基本分析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您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您也可以在Market Newbie的网站 和下面的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ntact us at marketnewbie.com 谢谢各位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